兩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幸福再一次,和我們來分享上第一位 今天,我們要來看馬太福音 26週的36到56週 我們對教會安排的特徑進度 我們已經來到馬太福音書 最后的一個部分 雅蘇在這四週的學生 也已經來到最后的一個改端 接著,雅蘇就要為我們 來怕像十字架的道路 通心斑證人的座 最后也通過各顧 完成上帝救助人類的界隧 我們討好音書 關於雅蘇生病的技術 應該會發現,在每一個重要的事件 雅蘇一種是用基督來面對 在那要開始團隊生涯的時候 他在抗亚用金石基督來面對 無貴的試探 在那要考慮十字架的文章進行 他還要全面的基督來追求上帝心意 他每一天真無形的學生之後 他還要上上通過的安靜基督來 定心這條開戀 我們走去,在30-40 我們看到雅蘇已經逼切的基督來面對 十字架的痛苦和試練 雅蘇在在設立聖餐 也跟文章做回吃過晚上之後 他就斷了問答來到Kickse Money 逛 要為到最後的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段路 來祈禱和準備 Kickse Money 的意思就是 坐有的地方 也就是在坐著只有有的地方 為的是在他的基本家 家國的當兵 或是在只有山的山腳 如果要問答在這個地方來等 然後他就住在美帝 然後又跟三人 奉更多的地方去祈禱 雅蘇這個時候的心 非常悠悠、艱苦 他就要他們三人 和他做回來敬請祈禱 他親不親知道 十字架的苦心 對一個人來說 是我娘的艱苦和惡在身邊 他求北上帝 可以刷起這個苦杯 不過他也表明 無論什麼樣 他都願意照北上帝 之以去走 記得之後 雅蘇回來到三個問答 他們因為很熱身 都睡著 可見問答這個時候 對雅蘇要遇到 要面對的事情 有關不太明白 雅蘇他再一次 要他們來敬請祈禱 然後他就向前去祈禱 內容和第一次的祈禱一樣 第二次回來的時候 問答雅蘭是睡著 雅蘇他就向前去祈禱 第三次的祈禱 內容也是跟頭前一樣 回來之後 他就對雅蘇說 時間已經到 出賣我的人已經來 接三個四十七到五十六十 是雅蘇他收下的經隔過程 出賣雅蘇的雅蘇 用精髓來做記合出賣雅蘇 雅蘇在經隔過程裡面 都很平靜來面對 為了要應驗生技術 裡面關於祈禱的物件 想對雅蘇的平靜 雅蘇他們都離開祈禱 來得照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必然雅蘇他就有困難和挑戰 不知道你會用什麼 的態度去面對 雅蘇給我們的喜歡 是通過筆拆的記者 將頭前的道路 到一項頭的手中 通過這樣 雅蘇他就開了 很平靜來面對 最好他就勝利 萬難也雙雙在記者裡面 真正的勝 雅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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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過雅蘇 記住 還名的